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题目 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你们看见约和华 你们的上帝的约会 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会去 只是你们和约会 向离要两两千州 不可以月跪向寂 使你们知道所走的路 约书亚记 第三章 第一到第五节当中的一段话 前面我们也提过了 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百姓 等了三天 好 现在走了 怎么走呢 跟着月跪 跟着月跪 这段圣经也提醒了我们 这个月跪是表示神的同在 这个很重要 看到月跪就是看到神 今天我们没有月跪 怎么办 怎么可以让神先走 让月跪先走 什么意思 其实呢 在上一个礼拜三 我们也谈过了 神用圣经的话 祂的话来引导我们 祂好像就是月跪一样 那第二种方式 神用什么呢 祂透过其他人 好好听啊 家人们 其他的人 可能是教会的牧师啊 长辈啊 父母啊 朋友啊 来帮助我们 特别是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不晓得前面的路 怎么走的时候 旁边这些人 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他们有经验 他们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 的方向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有一些盲点的 我们看不到 所以孔子说什么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师 就是三人当中呢 走在一起 总是有一位 可以做我的老师的 很棒这句话 真是 在当中上帝用的方式 没有月跪 有神的话 没有月跪 有其他人 帮助我们 所以 温温 探讨一下 集市广义 别人怎样 给我的意见 考虑一下 你不一定要完全接受 但是你可以参考 参考 真言有一句话 真言很棒的一句话 27章第17节 真言讲什么 铁磨铁 就是铁 把铁磨起来 就是铁一铁之间磨起来 磨出什么 磨出 润就是刀 很棒 朋友相感 互动的意思 互动 也是如此 感谢主 神把这些人 放在我们当中 就好像月跪一样 引导我们 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四周围 有你自己 充满聪明智慧的 这些的长辈 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传道 甚至是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能够 听听他们的意见 特别 在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愿主透过这些人 帮助我们 做出正确的决定 谢谢天父 奉耶稣 基督的名来祷告 Amen